日本跟中國人的共同之處也是搞集體主義的嘛 日本人也是集體主義啊 人家說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 日本人不集體主義啊 一千個人在體育館一起幹 不是集體主義 除此之外 你看他們做一些很 其實日本做的都很沒有意義的事情啊 看似很沒有意義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骨牌啊 或是搞一些 日本做沒意義的事情太多了啊 那你說軍國主義 中國人不是軍國主義嘛 你某方面來講也可以講軍國主義啊 對不對 某方面來講 一直發展軍備軍備不是軍國主義啊 對不對 現在 你怎麼太空船啊原子彈啊 航空母艦啊 航空母艦啊 你要講軍國主義也是可以啊 對不對 這我們要找共同點吧 還有剛說那個 TVPS那個文案很爛是什麼 他講到最後又歸了什麼 這些所有全部這些 這是什麼為了消費者的荷包 沒有你為了消費者的荷包 你不用那麼累啦 你直接去搶就好了 你放高利貸就好了 你放高利貸就好了 你要把一些優良的價值抓出來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 這個什麼一個角色 什麼一個角色啊 我們都是這個 做學問的角色來商討一下 我們都彼此的問題出在哪裡 對不對 你全部都是為了消費者的荷包 我就去搶你媽B就好了 對不對 我去搞高利貸就好了 對不對 日本人他們還有一種精神 就是集體主義嘛 集體主義什麼 他們會追求一些很榮譽的事情 對不對 他們會追求一些榮譽的事情 我們公司要做要怎麼樣 就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一些訓練啊 是不是 把自己搞之後 搞到這樣子 很熱血很瘋狂很緊繃啊 日本人對不對 還有什麼日本製霸 那個製有沒有 製約那個製啊 日本製霸 他們都很喜歡 日本很重 日本很重視榮譽感 對不對 所以啊 重視榮譽感 那個最後變成什麼 一個企業目標啊 品質的要求啊 我們要先用品質品質的要求 對不對 很好 然後呢 品質要求才是主 才是為主嘛 因為你有好的品質 人家才會花錢來買嘛 對不對 你不把那個錢啊 放到第一啊 你這個整個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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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就這個討論 討論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思想的 這個這個 這方面來著手 你有沒有發現 日本人也是集體主義 還有很多東西 是先要求品質嘛 你自然就會有錢了嘛 對不對 你品質 有了品質 人家就會花錢來買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年金利息算來算去啊 這個 你在電視上講啊 底下 普通老百姓聽了就昏了 哇你們這些政客很會算是不是 那對我來說怎麼算 我算算算算 那我去錢窗 錢窗 錢窗放錢最賺了 對不對 你們也在算嘛 對不對 不要把這個東西放到 放到這個 當成這個最重要的議題來討論啊 這不對啦 你要把一些 把一些 我要想個題目好了 比如說一些什麼精神文明啊 這個 共同的榮譽啊 對 你不要老老老 每天討論什麼年金啊 然後什麼 什麼什麼利息啊 這個 什麼工時啊 你這些東西討論討論啊 一般百姓啊 就說我去 我去錢窗放錢最快 賺最多啦 你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 你不要討論這些東西 品質的要求啊 才是第一啊 金錢是 等到你 等到你真的做那麼好 該來的就是會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金錢女人美女主播 大位大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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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文明啊 放在前面 精神文明 這 你每天討論那個啊 你要聽了 只想去錢裝放錢 你要聽了 就想去錢裝放錢 錢裝放錢賺最多啦 也不用擔心什麼 我退休以後 剩 剩多少錢啊 不用啦 不用啦 我去錢裝放錢啊 對不對 我一輩子做高利貸就好 不要再討論好東西